在很多人的记忆里提起来养子就会让他们想起小时候最快乐的那段时光 尤其是对于八九十年代的人来说 这个名字更是一种情怀的象征的确 对于那个时候出生的人来说 养子这个名字简直就是好像是一种符号一样 充斥在他们还是寻生的时候现在 当年那个在剧中饰演者乖巧又有点叛逆想法的小女生的他 也已经成长成了一个大姑娘 而很多看着他电视剧长大的人更是对他印象非常深刻 可以说他们是和杨子一起在成长的 现在很多人看到的杨子都已经是成为了一个没有人不知道的大明星 而他随着年龄的不断的长大 也不再去现在只去饰演谁的女儿 或者只能成为一个配角现在的他 已经完全有了自己的方式去饰演很多角色 并且一个人就能够驾驭得了非常多不同场景 以及角色之间的变化 太多的人看到他一点一点的长大 也有太多的人看到他现在已经越来越有名气 并且拍摄的作品种类也越来越多可是事实上 在他走到了今天之前 他也并不是像现在一样非常好过杨子 其实是在最开始的时候 凭借着一些喜剧作品进入到大家的面前的事实上 也确实是 他那个时候和宋丹丹等等都有不错的合作 这也让他开始进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 不过杨子前段时间也公开去回忆了 自己在进入到这个状态之前有一段时间 他也和很多演员一样 有一段根本接不到戏剧拍摄的时间那段时间 来找他的剧本其实是不少的 但是很奇怪的是 这些剧本在临到需要拍摄的时候 都同知他说人已经换掉了 他也就因此就失去了去拍摄这些作品的机会 而能够让杨子一直去坚持的 除了他自己的确是非常喜欢拍摄东西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爸爸妈妈 他的父母倒是和很多父母不太一样 他们很支持他去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杨子被频繁换掉的那段时间 他的爸爸首先是为他奔波了很多个地方 想要去帮自己的孩子争取更多的机会 而他当然也都记在心里 在孩子接不到戏的那段时间 其实父亲比他还要着急 而他的妈妈当然我们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他是一个配音演员 因为自己就是做文艺这方面的 所以他更清楚这里面的一些门道 在孩子被换掉的时候 他的妈妈也只能够去心酸 并且低调地说一句不好意思 我们马上就走就是这样 他的父母就一直在那段时间陪着他 无论孩子到哪个地方 他们都能够成为这个孩子的一股力量 而也正是这些支持 或许才能够让这个姑娘一直坚持到了 今天今天当很多人都一起进入到这个圈子 圈子里的竞争越来越大的时候 杨子也依然能够有自己的地位 可能我们很难想象的 到那段时间里面 他究竟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和状态去坚持下去的 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 他能够成功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的父母确实是比较支持他的 这比很多人所面临到的状态 算起来都要幸运了 而今天我们也是希望 他能够带着父母的坚持用自己的行动 向更多人证明 当初的坚持是完全没有错的当然 他能够带着父母的坚持是完全不承认的